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即将访问东南亚,在出发前他表示美国将动用超过一亿美元投资印太地区。 美国正在不断充实印太战略的内涵,为强化印太喊破嗓子,不如甩开棒子SoloBFB这是特朗普到佛罗里达州为中期宣举宣传,摄影师定格下的正好是他手指一管,他夸张的表情在月亮之中。 不过,和旁边侧情人员的冷军对比的恰到好处,特朗普上任后就开始用印太战略来代替前阵,奥巴马的亚太在平衡战略,从政治、军事和经济三方面来加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。 去年在越南举行的ABAG峰会上,特朗普第一次把这个战略摆到台面上来推广,藏有绿印度为可辞职为回应。 Protoshin AFP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,将其与印度一级战略贸易授权地位,目前的这项列表上一共有36个国家,而印度是唯一的南亚国家。 未来印度将享受北约、日韩等美国同盟国的同等待遇,从美国购买更先进和敏感的技术。 即使华盛顿一再澄清并非针对中国,在外界纷纷猜测,月亮中的印太经济圈正在瞄准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,为何印度实施没有回应呢? 区域国家又如何做出新的平衡? Facebook山甘舍美中期选举叫账户,这张图片表现,的是裂开的Facebook,怎样拍出这样的效果? 很简单,摄影师只不过是动了小聪明,拍了一个裂开的手机屏幕。 不过,相争意却非常明显,有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,Facebook向活会议员表示,公司在一项选举干预的调查中, 发现社交平台Facebook和IT上有32个假账户,试图参与政治活动,影响美国中期选举。 Facebook因为为俄罗斯利用三部虚待新闻,已干预2016年的美国大选,一直接受调查的Facebook在去年第一次公开承认, 因俄罗斯公司用假账户,卖广告,试图干预美国大选。 保镖打人丑问马克龙,毕过不信任,动议AFP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私人保镖,殴打示威者。 这张图片记录了当时的情况,又图有真相。 不过,这个事件在法国引起的政治风暴,似乎有缓和的迹象,国会表决对马克龙的不信任意义,最终没有通过。 虽然这个结果让马克龙逼过倒台危机,不过他的形象受到很大的影响,大人的又不是马克龙,是他的贴身保镖,看上去是羊羁吃鱼。 不过,管不好身边的人,又怎么管理好国家呢?